大家好,昨天解放军在南海使用094战略核潜艇发射了一枚巨量3弹道导弹 我后面会把巨量3发射的视频给大家播放 大家知道昨天美军的一架电子侦察机在广东和海南岛附近进行抵近侦察 这个抵近侦察就是要探测解放军和094核潜艇这次发射人物 6月6日美国一架RC-135U电子侦察机经过巴士海峡 沿广东海南岛附近进行抵近侦察 中国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网站也公布了最新的照片 根据中国公布的消息 美军电子侦察机距中国领海基线不到29海里 这次在南海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094型核潜艇 我介绍一下094 094北约第二号是晋级 是中国面解放军海军开发的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 该舰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武汉第二船舶设计所719所设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渤海造船重工业公司渤海造船厂建造 它排水量是8000到9000吨 潜航排水量是11000吨到12000吨 潜航深度可以达到300米 全长133米 全宽12.5米到13米 是双壳体 那动力方式是压水反应队 那水上航行速度可以超过20节 潜行速度可以达到26节以上 续航距离无限 自持地70天 称元是120 那094型核潜艇呢 配备有6枚鱼雷发射管 巨浪2A潜射弹导弹 巨浪3潜射弹导弹 各12枚 13年10月底 央视首次曝光了解放军 海军核潜艇部队的情况 但未提及型号 那报道了094核潜艇相关的信息 15年底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 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已经确认 解放军的禁级也就是094 已经进入战备巡航状态 具有直接攻击美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第二天央视也间接的证实了 解放军已经具备了战略行航能力 而且对美国本土有二次核打击 那这次在南海试射的巨浪3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研制的 第三代洲际潜射弹导弹 官方宣称巨浪3首次采用先进技术 射程比巨浪2提高50% 巨浪3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2000公里以上 可以携带单个或多个核弹头 预计部署在094核潜艇上 18年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 曾引述吴甲德楼知情官员的话 11月底中国首次试射了一枚巨浪3 潜射弹导弹弹 19年12月23号解放军12月22号 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3潜射弹导弹 那根据美国情报卫星啊 及其他的信息显示呢 在渤海发射的巨浪3洲际弹导弹 飞向西方 过程中美军进行了全程跟踪 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啊 本次试射的巨浪3是由一艘094型战略核潜艇发射的 那这次在南海发射巨浪3洲际弹导弹 明显是要警告美国 美国现在不断的台海 在东海 在南海挑衅中国 包括他的RC-135U 也抵近中国大陆进行抵近侦察 实际上呢 他就是要侦测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 包括呢 围堵中国 我之前讲过啊 中国在现在这个时刻呢 必须要亮剑 必须要什么 要秀肌肉 实际上我昨天的节目讲过啊 中国现在在台湾 在南海一定要秀肌肉 这个道理 昨天我说的非常清楚 美国现在呢 在和俄罗斯 在乌克兰问题上 在博弈 深陷乌克兰泥潭 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你秀肌肉会给美国压力 美国这个国家 你给了他压力 他会什么 他会来讨好你 他反而呢 会解除对你的制裁 反而这个时刻呢 反而他需要你的帮助 这个时候 你必须给他压力 这个时候你向后退了 美国会什么 美国会抵近侦察你 而且美国会在你周边 不断挑事 有些在想啊 中国这个时候呢 不应该秀肌肉啊 应该跟美国和平共处 但实际上这是非常 幼稚的想法 地缘政治非常现实的 非常现实 你必须给美国压力 美国才能给你回报 给你反馈 你不给美国任何反馈 美国只能 美国只能在你周边 部署更多的武器 他要围堵你 遏制你 这个时候你必须有所反制 美国才能俯软 美国这个国家是讲实力的 他非常现实 这就俄罗斯普京和美国打交道 你可以看俄罗斯和美国打交道 他从来不讲什么 不讲什么和平共处这些东西 他就讲实力 你看普京和美国 打了这么多年 交道特别苏联 他已经摸透了美国 这是我在俄罗斯啊 我最大的体会 有俄罗斯人告诉我的 你跟美国人交往 你不要跟他谈什么感情啊 谈什么和平共处啊 谈什么历史 谈文化 这些东西美国人是不讲的 他没有历史 没有文化 他的历史 当年和印第安人那段历史 他羞于提议 他根本不愿意提起那段历史 和印第安人互相 是吧 买卖土地 争夺土地 甚至是吧 屠杀印第安人 获得土地 这段历史 他不愿意提议 他没有历史 他给你讲实力 讲财富 讲霸权 美国人就讲这些 苏联人 俄罗斯人 跟美国竞争了上百年了 苏联建立以后 一直跟美国接触 在欧洲 又是冷战 两个超级大国 两大经济体对抗 苏联人把美国人玩得很透 他跟我讲的 你面对美国人就讲实力 说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说 今天中国也必须抓住一个机会 跟美国现在也要拼实力 这个时刻 美国深陷乌克兰泥潭 跟俄罗斯在乌克兰 对吧 在欧洲方向竞争 那么中国这个时候一定要亮剑 美国抵禁侦察 那你也亮剑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土耳其 大家看土耳其在干什么 土耳其现在在进攻叙利亚 国际上有说法吗 国际上有报道的吗 没有啊 谁报道土耳其了 土耳其现在就像俄罗斯一样 在乌克兰 对吧 领土上作战 土耳其在薛亚领土作战 现在以色列也在轰炸 叙利亚 谁报道了 国际上有说法 没有 这个世界讲实力 为什么 土耳其深知现在整个世界出现动荡 很多国家都要动起来 世界越乱越要动起来 因为动起来以后呢 整个世界才能什么 我才能在这个世界获得什么 获得优势地位 我如果什么都不动 我最后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现在是世界大乱的时候 世界很多国家都看懂了 都在动 中国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坐以待毙 不能坐在那 什么都不动 还讲和平 像他们核统派天天讲 我们要和平 和平什么 现在说 不是和平的时候 现在是中国亮剑的时候 看看土耳其吧 看看土耳其 土耳其正在利用乌克兰危机 利用这个地缘政治最大的动荡 他在收获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 瑞典 对吧 芬兰加入委员 那先过土耳其这关 土耳其在叙利亚作战 消灭库尔德人 要在叙利亚长达30公里的边界 纵深30公里 要建立什么 建立自己的控制区 未来扶植自己的 扶植自己的军队 甚至把叙利亚一部分 永久占领 现在我从土耳其方面获得 土耳其想永久占领叙利亚的一部分边界 你可以想象了吧 未来这个地方就是缓冲区域 建立一个傀儡国 傀儡政府 和俄罗斯有什么 有什么区别吗 和俄罗斯没有区别 所以大家看到了 现在这些大国都在蠢蠢欲动 都在动 美国在台湾 在南海都在挑衅中国 中国这个时候也必须动起来 一定要亮剑 现在我觉得中国非常清醒 就是向美国亮剑 我12000公里打到你本土 你还搞台湾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台湾人 看我节目很多台湾人 台湾人要清楚 这个世界本来是大国决定的 地缘政治本来是大国的游戏 台湾实际上地区从经济总量 人口到它现在的社会结构 它是个不稳定状态 台湾并不稳定 并不像台湾一些政客想象的 好像台湾人都一心团结 台湾就像一个风雨飘摇的一艘小船 世界大势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这艘小船在海上漂泊 一个浪来就给你打翻了 所以台湾人现在一定要非常聪明 要在地缘政治上 一定要找准方向 我再说一遍 找准的方向 那今天就说这些 未来在台海在南海有更多的消息 我会接着给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